很多人问 奔哥哥你肩膀练得不错 怎么练得快点告诉我 你不告诉我的话 我就三天不吃饭 那迫于这样的压力呢 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肩膀是怎么练的 废餐的人我都送他一百万 将来终成于我的人 那就是几个亿了 第一点 我会把推肩放到前面去做 在我体力最充沛的时候 必须得是这种动作 大重量 这样我的肌肉维度和力量 才能长得快 杠铃亚铃固定期间推肩都可以 看心情任选两个 那可能有人看到这里就会说了 你这个重量也不大呀 30公斤 狗都不推 你肯猜 你练的都不如我 对此我只能说 年轻人 你的放肆 听不懂是吧 别太放肆 没什么用 第二点呢 大家都知道后数是比较难练的 所以我在推完肩之后 直接练后数 这个时候我的训练机型并没有推去 不用担心后数练不到位 那有很多人会纠结 我是先练推肩的 还是先练后数的 现在不用纠结了吧 第三点是重量的选择 推肩我只做8到10次的 平局我做10到15次的 后数除外 后数所有的动作 我都做12到15次 因为练后数重量太大的话 容易跑偏 很难练到后数 测平局 我一般是把它放到最后 因为我的中数比较大嘛 你们在练的时候 也要学会根据自身情况 去调整训练重心 比方说你今天想针对中数 那你就可以把中数 放到后数前面去练 并且增加中数的 减少后数的训练组组 下一次我针对后数了 我再调回来 就这么简单